你回来 恭喜恭喜 我是住这边的 听说你是退休 然后到处去参加比赛 我还没有退休 还在做工 拜一到拜五做工 拜六礼拜就参加比赛 哪里做工 马六甲和马坡 马坡马坡 今天下去一个小时 哇一直要下马坡 每天下马坡 我是历史来的 厉害厉害 所以我自己有时间 拜六礼拜就好了 好厉害 我明天还有一场 Half Bugit Jadiel 很厉害 你有爬吗 刚才多少时间 34 第一名 不错啦 这个路线是给我 其实ok 但是要快很难 因为它又上又下又上又下 不是很上很下 就有 你很难保持这一个快的速度 你一来就看到上 你就哎呀 要pick up 一下你就快快拿回那个时间 你也损失的时间 所以通常跑长跑 最好是维持着一个很高的速度 然后去稳着 到最后再铺 你怎样跑这样快呢 练 然后讲真的 我每天就练 我很少练 我爬楼比较多 我爬楼 我每天都在爬300 400楼 我每天都爬 也是有爬啊 我爬100一楼 住哪里有你吗 又讲哪里爬 我住11楼 ok 我爬上去 坐天机下来马上降 ok啊 不错啊 11楼我最快差不多一分钟 ok啊 等下那个11楼而已嘛 可以冲到晚上去啊 是啦 但是如果你可以维持这5次这样的速度很好啊 但是 因为我的工艺组11楼 如果不要高就好了 啊 他有 他也是竹马六角 竹马六角 Begaya Times Square第三 哦 他也是 他是在这里很久了 哦 我台湾人 过来这里很久了 有机会一起练楼啊 好啊 他那边有40楼 我是在那个Atlantis Atlantis 40楼是吗 42 42 哦 所以有机会整个我一起练啊 哦 你可以越啊 一起去练啊 可能周六周日啊 你得空的时候 享受啊 还有比赛吗 有啊 其实几乎每个星期都有的 哇 那也是有比赛 接下来Kill Tower有吗 Kill Tower有啊 哎呦 OK 每个星期都有一场或者两场的 这样很好很好 保持着啦 最重要的是没有伤 然后 没有伤啊 上楼梯很好的对你 对对对 你会strengthen 你要跑快其实 嗯 做多一点那种interval 很像你讲的嘛 十一楼 你可以用九十八千的速度跑 然后坐地下来 休息可能两到三分钟 再来跑 再休息两个 维持的那个时间啊 如果你维持不到 就代表你那个速度比你太快了 你就要慢一些 然后再维持 尽量可以的话 你维持到六到八次 你就很solid了 但是问题是因为 停下来嘛 坐电梯下来 休息啊 就是因为休息啊 所以那个都不准确 真的比赛我们没有十一楼的 对我明白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就是有十一楼 所以你就以加快的速度去跑 比快过你比赛速度 因为比赛是十楼 你不可能用十一楼的速度去跑 不可能 所以你跑快 你休息两到三分钟 再跑快再休息两到三分钟 你要给你自己知道 你恢复快又可以跑快 对对 就我们每次练长跑啊 十公里 我们是分出来跑的 郝敬 你好 海蓝蟲 哦 来来来来来 拍照拍照拍照 来来来来 哇还没有跑完啊 OK 慢慢来还有啊 你又不会有 你又不会有啊 你又不会有啊 来来 你又不会有啊